4月1号店价调涨11%之后 交通部正式表态 说29年没有涨的台铁票价 将要延拟调整方案 而面对台电的亏损 还有店价飙涨 河硕董事长佟子贤公开建议 和2 和3要研议 而且要比照芬兰 重建和1跟和4 台湾的店价将可以 大幅下滑30% 那现在最熟悉的隔魁 人选佟子贤 过去30年强烈反核 对于蔡政府拥抱绿电 佟子贤说 全球太阳能发电 最多只占5.6% 风力开发了20年 仅有8% 水力发电在台湾 也只能占2.2% 同志前直接戳破 绿能成为台湾发电主力的想象 他举例原本反核的欧洲 重启核电 芬兰用最新的核电技术 一座核电厂 可以发1600MW的电 比核2跟核3大上1.7倍 同志前大胆主张将核1核4 改成新型核电厂 核2核3我是主张研绎 核2核3的安全性 跟全球的安全系数评比 一直算是相当高的一个评价 我把两座OL3 加上这个核2核3 研绎可以替台湾带来 30%到32% 台湾的平均电价马上会下滑 大概30%左右 台湾的不排碳发电 马上可以从现在很悲惨的16% 提升到50%以上 民意党认为用核电有高危险性 同志前这样打脸 同志前还说台湾若继续仰赖 天然气跟燃煤将面临重大损害 电贷4月才涨11% 下半年交通 台铁也喊要涨价 同志前的理性分析 旧判执政者的意识形态 跟能源政策能够大转弯 接下来是鲁鲁玄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